那個形態是透明閃的,光頭的 不好意思,我不是的 還有趣的是一件事 我一次飛飛機轉機 不是撞鬼,是撞妖 飛飛妖? 因為我們公司有很多傳說的 某種飛機有好東西在這裡 對,某個號碼 對,我知道 我們說過,我們說過 飛機的標誌裡有好東西在這裡 那位傢伙在騷擾空姐 被嚇得神不食 看到我是這樣的 空姐嗎?就是你姓嚇 空姐 嚇到她這樣,然後做點事 然後走去看她 這個老闆,不要弄我的空姐行嗎 你要弄,慢慢玩其他 不要玩我這些,記得 那個形態是甚麼 那個形態是透明閃的,光頭的 不好意思,我不是的 光頭很慢 我其實… 我是你看不到的 其實她有修煉的妖味 妖味… 如果分開這裡有分的 我們先說一下這些基本概念 鬼有很多層次 是… 不是很恐怖 其實鬼是一個很可愛的朋友 沒事的… 然後上一級是眉 再上一級是妖 再上一級是摸 再上一級是鋼 再上一級是… 然後就是道 總之道士可以變妖 可能會變邪… 我們稱為邪屍 我們稱為邪屍 是最麻煩的 那種是妖味 即是味和妖之間 味道到妖 味道會影響別人的情緒 妖不是影響別人的情緒 而是吸食你的精力 精血的離境 是另一種東西 那他為何會在那個… 因為他在那裡打算… 有東西吃 長吃 尤其黏在那部機艙 對,因為為甚麼呢 飛機組員 他們的金水力量很強 這隻妖要吸收金水力量的力量 這麼聰明? 是嗎 因為每種人是不同的 他如何影響你們 在飛行當中如何出現 基本上因為女生睡覺了 睡覺時靈魂是最放鬆的情況 待會他就吸氣了 但這個女生被嚇醒 他出來嚇她 不是,她被嚇醒 因為這個女生本身有感知力 我問她是否收過罰的 她說是 她說糟了,我收過罰的 我也制止不了用 你沒有這種能量對付 因為你不是那個科 因為最重要是 你是外科,就是對付外科 你是內科,就是對付內科 最簡單的問題,對吧 你那個是修行得很好 你是高手 因為你感知就很厲害 她很害怕,就跟她處理了 我看見她之後,就跟她談判 她當然想看看有甚麼事 我說 你還想有甚麼事 你還想在這裡嗎 我當時發脾氣 看一看她之後 老實說,就搞我的班機,搞我的團隊 最後我說 你別搞我的團隊 其他人我不管你 我會安全傳理,你繼續做自己的事 最後被人捉了,不是我捉 我叫她不要做那麼多事 晚吹總有一瓣係坐緊 星期五晚11時半,ViuTV